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来到接富通的 有机可乘 Dicky 曾经说十年人事多翻身 但十年已经是不短的时间 但如果能够在一个行业当中 接近30年的日子一直发光发亮 这件真是很难做到的事 当然看外形 我今天这位嘉宾 怎看都不像工作了30年 但的确确他真的有这样的资历 甚至乎在香港要数一位 电堂级的时装设计师 当然他设计不局限于时装 很华丽的婚纱 晚礼服 订造服 甚至乎我也想爆点 当年我和太太结婚的时候 我都存了很久的钱 才可以买到很漂亮的婚纱 给我的太太 何光晶先生 何光晶先生 Dorian 欢迎你 欢迎你 大家好 很多女孩子都是梦寐以求的 穿着Dorian的婚纱出嫁 穿着她晚装的重要场合 我真的没有夸张 因为基本上全香港最华丽的活动 最盛打宴会 最漂亮的女孩子 穿着Dorian的衣服 我想说一说 其实这句我都知道是真的 因为我经常说你吹水而已 但是每一次我出去认识新朋友 第一句他们就会说 我结婚时是穿你的婚纱 然后给我的照片看 我真的很开心 没有想过原来真的有这么多粉丝 好了 言归正传 刚才我们开场白 都和各位说了Dorian 大家一定会认识的 香港很著名的时装时励士 但是你工作了30年了 职兼职业 有没有那么久 是不是中学那些 兼职业又继续 我没有这么小过做事 其实我是1993年 回来香港的 毕业 我是比较早毕业 因为我读了Summer School 我想快点回来 当年我是21岁 我今年已经 21岁已经快速 搞定毕业了 21岁 当时主修是什么方法 Marketing Marketing 当时的本科 又不是读时装设计 我其实从来没有读过时装设计 对啊 这件事挺有趣的 可能大家都说 你读过科才做过那一行 但实际上一些成功的例子 不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背景比较好菜 我家是做制衣的 所以我是这样进入了这一行 我本来不是想要做设计师 是想做生意 所以我读商科 要读Marketing 读商科 我就选了一科 我比较喜欢一些 因为其实可以读FINASIC Account 我觉得这些很闷 虽然我是 是几的 不是 我自己是金猴座 我对这个钱银这个数字是几敏感的 敏感的 是 但我自己就喜欢对外的 所以我就选了读Marketing 因为我觉得挺好玩 就算我将来 我想过不帮家手 我都可以帮其他行业 即是去到哪里都可以做 去到哪里都可以做 所以我就选了读这一科 所以那时候回来是21岁 今年51岁 所以真的30年 这样真的不似的 这个再讲多一次 再强调多一次 不过刚才Dorian就说 读Marketing 事务推广 就是用的机会大一点 帮家人也可以 自己创业也可以 那是不是读这一科的时间 都已经是说 鸿徒大计 我要帮家人 就是将这个制衣 业发扬光大 将这个生意 就是用一个暂身一点的思维 还是其实都没有 不准业 其实都 有没有帮过家人手 其实 很小时就已经知道 要帮家人手 因为我是大小 所以这是一个使命来的 没有想过做其他东西 所以读书其实都是 不多不少因为家人 回来其实就已经立刻 开始工作了 在我家的生意里面 但是我做了很短时间 我已经知道自己 顶不住了 为什么呢 有什么这么难顶呢 明知都是这个必须要 因为乳染都从小看大 知道家人如何做生意 就是因为从小看大 我就觉得很辛苦 因为我们是做厂的 其实做厂是辛苦 所谓辛苦的意思 我不是怕辛苦 大家都知道我很熬得 但是我是觉得做厂很被动 就是客人给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没有华视权的 你是没有主动权 所以以我的性格 其实我是不配合的 加上当时 只有21岁 什么都不懂 在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是有一些吃力的 很多人会觉得 你是太智的 你不用做了 我为我教 就是当然用标签 其实是有些这样的 遇到这样的遭遇 其实我自己也很坏 我个人很好诚 我又不能坏 所以我就觉得 你与其是这样看我 我就更加要做给你看 所以当时我做了很短时间 我就跟我爸爸妈妈商量 我说我想离开香港 那我就搬回大陆的厂 就在那里 由早到晚就在那里学习 所以其实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的 很多人都说 你瘋了 你在香港那么舒服的环境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回去 我是住在厂的宿舍里面 晚上是有老鼠在我的厂 即是那个帐篷上走来走去的 但是我又觉得 反而这样我才学到东西 如果我太舒适的环境 我根本学不到东西 Anyway 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我觉得现在这一代是不会明白 我们为什么当时会肯这样做 因为可能我就是没有受过正统的训练 如果我不是逼自己 你由早到早7点到晚上11点 因为在大陆那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时间 所以是由早到晚 我是不停地学习 所以是令到我在很短时间里面 我学习了很多东西 但是也都这么说 我最后都是离开了家里的生意 我是没有做这个製造的 製造商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 不是很适合做这件事 所以机缘巧合 我就认识了一个 在美国来的设计师朋友 就开始跟他谈 就是搞了自己品牌 所以当时我们在国内 就开了我第一个品牌 叫Doreano 是1993年 其实说着 由你很刻苦地 去到内地的厂 即是破釜沉舟式 真是由低做起 由最经测学起 到你创立 你自己的品牌 其实那个时间是很短暂的 很短的 好像差不多同时间发生 半年的时间 我是1月回来 我记得9月就开了我第一间店 其实是很短时间 基本上 首先很庆幸我妈妈 那么支持我 他完全没有阻止我 甚至说好啊 他觉得因为 即是洋工业 制衣业 他们当时已经看到 你再做下去 其实都很辛苦 所以是他们鼓励我去创业 当时我亦都很幸运 又有自己的工厂的背景 又认识了这个朋友 所以就胆粗粗 可能我经常都说回头 就是由于那时太小 不懂思考 是未懂害怕的 所以你会有一份冲劲去创业 如果比起现在我不敢 真的不敢 但那时是什么都不懂思考 即是没有计算 其实是想做就做 那时是很任性的 即是想做就做 亦都很幸运当时的环境 是真是很造就了我 因为那时是没有什么国外的品牌 即是那时是外边的品牌 未打到进去 三方的改革开放 我们还是比较顾高 那时我记得好像有座丹奴 还有什么乳奴 我们的品牌叫多利安奴 那时全部都是什么乳奴 还有好几个牌子 都是有那个O字在后面 有时的翻译都是挺有趣的 那个年代是这样 所以那时很幸运 我们还要买的三家D都不便宜 我记得那时我们买一套职业的套装 我们说的主要针对的一些上班一族 是说是700元人民币 那时一个月的收入 93年 是相当贵的了 其实买得起的全部都是一些 真是比较高级白领 高级白领 因为那时一个月的人工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是很胆脏脏就去做这件事 还有那时没有竞争 因为没有人做 所以就是发展得很快 所以其实 我从93年到2000年 是七年八年的时间在过来 是发展得很快 眨眨眼就开了50间店 所以那段时间 我是真是大开眼界 一个这么小的年轻 那时就像这样二十多岁 那时是21岁 是呀 所以是看到很多东西 我最记得那时是农历年 中人一定要买漂亮衣服过年 是排满队在外面 是准备进来买东西 你真是唯一唯其妨 我就是在收钱 我是收钱收到首元 真的是首元 我不是说笑 当时还有现金 现在都是 还是给现金 那时很快我们就收满了一百万的现金 一百万 对了 然后就要 对了 因为是排队一百万 所以是眨眼 我们就拿着这袋钱去入钱 那时就很好笑 因为中国没东西多 银行最多 肯定有一间在左近 我经常说好像七仔 多一个便利点 所以我们在银行就已经在银行 捧着那些钱去银行 即是好像看电影 拿一些胶袋 就是用胶袋的 还要是他们那时是用人手去数 要帮你数一百万 所以我都说那时是 很多这些经历还是很深刻的印象 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是不会再有这些机会 所以对我来说是很难得 当然啦 当年Dorian是早着先机的 即是你说九十年初 已经创办自己的品牌 这个毋庸置疑 但其实你都是因你成变 因为家里是做债医 你只要有意念你画了一图 其实后面就是这个厂房帮你制造 好了 你的创业之路其实很畅顺 因为很快就已经成功 亦都开到奇门如是 很多间店 其实在那刻 有没有真的遇过什么困难 经济逆境 有没有遇过这些 都有的 其实97年 应该记得金融风暴 亚洲金融风暴 这是全世界的 不是只是外国 连中国都受影响 我记得那时因为经营不善 亦都因为这个97年金融风暴 是扎了很多传货 哦 你知道我们这么多间店 一定是有很多货底 斩下斩下就传下传下就越来越多传货 就导致资金周传不灵 所以那时其实我有想过 真是放弃的 因为真的太年轻 不懂得去面对这个逆境 我很记得那时我妈妈就鼓励我 就是说不要这么快放弃 因为你还这么年轻 因为你还这么年轻 衰了就再来过 所以那时我就 也很幸运 我记得那时我认识了 当时一个很出名的model 琪琪小姐 就是任泰华的太太 那时她很重要 就是全中国没有人认识她 当然 很有影响力 她也是一个好的朋友 和一个很有意气的朋友 当时她就说我帮你拍一辑相 你可以拿去用 就因为那辑相出了街之后 就有很多电话打来 就要加盟我们的品牌 所以因为这一个小插曲 就令到我们的生意起死回生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真的机遇了 我觉得做生意 就是除了你多聪明都没用 有时候遇上这些环境 大家都预料不到 但也是一个这样的制愈 令到我认识了琪琪 她都很耳无反顾去帮我这件事 令到我的生意就有了起色 经历了好几个疫境 正如Dorian所说 由97开始数到最近期 其实都差不多三年时间 真是一个疫情的疫境 Dorian自己也开始有些转变 不如回来看看 未来新的计划又会是怎样 继续回来自普通的有机可乘 Dicky刚才听到Dorian也说了 其实经历疫境 每个人都有机会会经历到的 但最重要就像妈妈所说的 不要那么轻易放弃的 不放弃就会自然 很容易有一个新的路 让你走到 Dorian其实经历了内地 有一个很爆发的市场 听到都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 收钱收成一百万现金 去入钱 但接着就有一些 金融的风暴出现 但是到了后来 又再发展得更加有规模 又遇上了什么的契机 逆境自强不适 这个在你身上印证到的 但是一个跑道上高的转变 又是怎样去迎接这个机遇呢 因为迎难而上 这个品牌成功过渡到 这个97的所谓亚洲金融风暴 其实历年都长时间去到98年 慢慢生意就做好了 但是大家认识的Dorian 绝对就不是一位 平时我们上班服的 一位时装设计师 就是一些很华丽的订造服 分纱 那其实为什么 亦都是什么时候开始 慢慢将你的设计 眼界再拉到那么阔 或者是一路向上的发展呢 其实很多人常问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有计划的做事 我说没有的 其实我觉得我是 好像有人推着我去走的路 就是去到某个阶段 就会有些事情会发生 接着我就会 随着那条路去走 我记得是在2000年 应该是那时候 过来开始开放了 就开始多了很多的外国品牌进来 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我将来这10年又怎样走呢 因为我是喜欢计划比较远一点 那时候我就开始定立 我自己下一个10年的目标 当时我一个设计师 我还是很想把自己的品牌 去外国发展 不是局限于一个地方 那时候我做的事 其实都很千篇一律 你们都知道做一个品牌 做了一些上班服 其实是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那时候我记得2000年就有个机会 就是跟香港贸易发展局 就是去到纽约和Sidney 即是Sidney的一个时装周 那很幸运就带了几个香港设计师过去 那我是其中一个 对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一个舞台 你知道这个Fashion Week 不是个人都很想去 那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到 还要做完的表演之后 幸运就找到Agent在那边 带领我的品牌 所以是很overwhelming 那时候我记得是某大的 不索可百货公司 就找了我的品牌回到香港 所以那时候所有东西都发展得很快 那我就决定将国内的市场放弃了 就迈了就回到这边的发展 其实当时都不是在香港的重心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品牌 我要做一些特别一点的东西 还有你还要去外国发展 你怎样可以打香名堂呢 所以当时我就想过做曼丽福 因为在舞台上 是最容易吸引到人的目光的 所以当时就跟我搬行商量 不如我们搞一个新的品牌 就是做一些曼丽福 也因为当时考虑到 如果我们要去外国发展 一定要面对很多的传媒将来 所以我就说 因为我朋友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他不懂得对人说话 所以就决定是我出来做这件事了 所以那一刻是第一次去 开始接触传媒 其实基本上我这么多年过来 我是收收买买自己 我是不需要出来的 因为基本上是当一个品牌这么做 但是那一刻 我知道如果我要去外国 我就要开始训练自己的胆量了 开始要接触很多不同的人 去做采访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就用了我的名字 去建立了一个新的品牌 而一踏足了这个 New York Fashion Week的舞台之后 所有东西都来得很顺利 所以就一直就开始 将这个品牌推广到世界各地 所以可以说那十年是发展得很快 亦都是可以说那个经济各样都很好 所以就令到我的品牌发展得很快 很多国家都有我的品牌的出现 那段时间我形容我自己是 即是自己睡醒在哪里都不知道 即是一时我就在这个国家 一会儿去了那个国家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因为实在飞得太迷了 即是走远一下巴黎 意大利啊 日本 是的 整个洞南亚 到处走 演出这样 是因为我要做很多的宣传 即不是只放了一些货 你都要去做show 要去做当地的时装周 或者去见传媒 其实都是promote品牌的一部分 令到你的品牌更加多人认识 所以那十年我觉得是吃力的 但是我刚才都说 我不是一个怕辛苦的人 最重要是有没有回报 或者是你要不享受的过程 那段时间虽然说辛苦 但是我是很享受的 即是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 还有我也都可以看着自己的成长 所以那段时间 我虽然是辛苦 但是我觉得是学到很多东西的 Dorian 现在说回 就都笑中有雷 轻松下来其实也有一些辛酸 但我不禁要问 就是当初你做一些ready to wear 即是上班课 其实都好像你自己所说 又不是千篇一律 不过都是有个基础 但是做到这些华丽万里服 很多时候有些国际性跨国的品牌 或者真的很多都是一些 设计师他们本身出了名 接着他的产品 他的服务 他的无论万里服 其他各样的东西 就会很受欢迎 其实是通常人先出名 接着他出的所有衣服 都会很受欢迎 但是你最初做过品牌 即是普通的品牌 例如连锁店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设计师是谁 因为根本的重心不在那里 怎样去营造这个转型 简单来说 怎样捧红你自己呢 最初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趣 我也有去探索过这个问题 其实先不要说我国内的品牌 因为其实当我回到香港 去开始一个新的品牌的时候 其实是用了我自己的名字 一个小插曲就是 那时候我记得 Lin Carver在纽约看到我的品牌 拿了回来 那时候都只放在那里买 那时候我还没出来 那些人已经有传媒 开始报道这个品牌 但是已经是一个殿堂了吗 不是不是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是谁 是吧 他们只是 Dorian Ho 还有些人以为是女性的设计师 因为没有见过我真身 我是在03年1月 我就在香港搞了我首个发布会 那场show里面就令到很多人认识我 从此之后就很多人找我 就是真的设身艇做 所以就开始令到传媒的报道之下 就多人认识了我 所以你问我 其实人出名和品牌出名 这个关系其实我也研究了很久 我知道一走这条路 我就一定要用人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个设计师品牌 你一定有个性 你不是只是设计去吸引 虽然当时我都有想 放在年饭坊卖多好 不用我出来 他们喜欢就买 我就不用做很多东西 但是后来发觉 原来身不由己 就是当传媒报道之后 他们知道我是在香港 很多时候都会找我 整整一下就多了人去找我做衣服 其实你问我 人出名好还是衣服出名好 其实两样都重要 我觉得 你说如果衣服出名 那当然我会轻松一点 但是人出名也会带来很多其他商机 但是真的都说了一点 就是说 由这个上班服 去到晚礼服 完全是两回事 再加上来说 你公司主修是设计的 又不是设计 怎样开始去做晚礼服呢 怎样画出这个彩虹呢 其实说你都不信 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东西的人 我是什么不懂的 我就自己去学 由以前在国内经营连锁店 我都是不懂的 我就到处去看别人的东西 到处去学 到做Tayler Maid 就是真的做这些华丽的服装 其实我觉得比之前更难 因为为什么呢 你是说 你是要面对一些你不懂的人 你要为每一个人独特设计 他们一生很有品味 要求很高 是的 所以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 这个工作 你问我 那时候我反而要学的是什么呢 不是设计 我是要学怎样跟人交谈 和沟通 因为你要了解那个人的喜好 想要什么 是的 还有他那份气质 你才可以设计到 一样令他满意的作品 这件事反而是 亦都可以说 因为我读Marketing 所以是有这个优胜的地方 如果我本身是一个设计师 大部份的设计师 其实很有才华 但是是真的 收起来一点 收起来一点 并且不适于表达 并且不适于表达 不是 他不适于表达 你不跟别人沟通 你不表达 你怎知道 你怎样做了一件事 就正好设计了自己 觉得很漂亮 是的 所以我的背景 就是因为有这个Marketing的背景 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 已经经常做很多project 经常要去做很多 就是去别人的公司 去探访一下 去了解 所以已经是有机会 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东西 还有我小时候家里有做生意 经常会接触着很多不同的人 所以对我的胆量是连大了 反而我觉得 这件事是很有趣的 就是 是怎样去了解客人 多过去埋头虎杆去做设计 是怎样滑 设计 我总是觉得 百货百客 总有一件是会适合客 但是你怎样选择一件衣 或者设计一件衣 是真的适合个人 而他穿出来 大家都会赞 这个我觉得都是设计师的功力 反而我是 很享受的过程 就是因为我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 很多人说笑话 Dorian其实是个PR 不是做设计 但是 都是要有话题性的 设计要华力 有服饰 给谁着意 他又会产生什么化学的作用 令到整件事 就会很Overwarning 很多人报导 很多人知道 有一个双负双成 双丁益的宣传效果 其实你说得很对 很多人说 Dorian 其实他们不是认识我 可能是认识我身边的人 可能我做的一些明星 名人的客户 他们会特别留意 再留意我的名字 其实你问我 都是市场的一种 我不是做明星 我经常说我不想做明星 如果我要做明星 我一早就入行了 但我没有这个条件 去做明星 所以我发现 你有的 我觉得做设计是自由度大很多 主导性是大很多 我经常跟朋友说笑 你说做艺人是很好 但背后要付出很多 还有你的主导权没有那么大 但我们做设计是自己的东西 我们就会发挥的空间比较大 所以刚才说到 我这么多年的成长 其实多得一帮身边的好朋友 或者一些 很多败乐 是的 它帮助我的事可以发展得那么顺畅 既然在这个创业 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遇上了这么多好的事 好的人 那如何将这份精神延续下去 帮到现在新的一代 我知道Dorian也有点想法 约定大家下星期的 《自负通有机可乘》 再和Dorian 聊过 你现在看的是自负财经的YouTube频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 按下小铃铛 我们有最新的讯息 和最新的视频 大家就会看到的了 我们还有一个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记住也要支持一下 好了